非常多的東西有待釐清 那天就有網友問說 現在這麼多弊案包含疫苗啦 口罩啦 高端啦 一堆 到現在為什麼導不出來 那你見得立法院可以做什麼 所以我還是蠻贊同 一定要回復特徵組 因為現在等於是一條龍 你所有東西報上去就卡住 你也可能不會知道結果了 所以這個特徵組一定要重新回復 再把這七年以來的 弊案通通抓出來 通通重新檢視 為什麼要這樣做 不是為了追殺 而是我們要還給我們的 政治更清明的一個環境 不然現在的結構之下 那一定會常用納購 覺得恐怕這樣子的一個民意 累積到年底 恐怕民眾還是很想要政黨奪替 再來就是說 台中期在民進黨的立法院 都沒有出錢 那這個立法院到底 我們能夠去做什麼 其實很重要 這一屆第十屆的立法院 就是讓民進黨 一黨獨大的過程當中 我相信民眾也深深感受到 非常多的無奈 就是他們要過的法案 沒有他們過不了的 因為他們不想討論的法案 他們總是可以不要討論 所以其實民眾也慢慢 不退到就是說 在立法院裡頭 三黨不過半 有三黨制衡 他會不會是一個比較健康的 一個國會的一個環境 所以我想民眾大概也會 曾大言在明年的一月十三號 在立委的選舉裡頭呢 恐怕會要做出一個 明智的抉擇啦 在立法院裡頭 會不會是一個比較健康的 會不會是一個比較健康的 在立法院裡頭